民众拍下了画面中 看到远景手持辣椒水 与流星男子对峙中 流星男子的胸前被辣椒水 喷了一片红 他还是想要攻击远景 直到支援的警力到达 多名远景盒里将他压制 流星男子强力挣扎 远景花了好一番功夫 才将他压制在地 而这名流星男子因为狗叫的问题 在嘉义世西驱龙江街上 和其他人吵架 警方接到报案到场要排解 流星男子反而把目标 转向了远景 对远景咆哮 同时做事要攻击 远景一方面喷辣椒水 一方面要求支援 等到支援警力到场 随即将人压制 全安一涉嫌恐吓 以及妨碍公务等罪送办 另外高雄凤山 这名73岁的老夫人 认为巷口停放的货车 阻挡她的电动代步车 出入在现场大骂 老夫人情绪相当激动 一定要货车停到别的地方去 处理的远景一方面 安抚老夫人的情绪 一方面查出 货车停放的位置 其实是私人的土地 而且没有挡住 老夫人电动车出入 经过了一番劝导 才让老夫人消气 东森新闻在嘉义高雄 综合报道 货车停放的货车下去